所谓的艺术家就是要把对生命的热爱 以绘画、舞蹈、音乐或者是文学的方式来表达 台湾台北市的艺术家林凤 2018年12月9号 特别在台中市秀泰广场的金石堂书局 以永不放弃心如明镜为主题 举办一场禅心诗画级的新书粉丝签书会 人美心更美的林凤说 去年有机会到埃及发生一些令人意外的惊险奇遇 幸好到最后能够全身而退顺利平安 不过也让林凤深深的感受到 凡事必须都要有耐心、恒心跟细心 其实我这一本第一次的新书 然后新书发表会 最主要想要传达的一个理念 就是希望所有的朋友 在我的一个画以及油画还有诗的当中 都可以感受到一种永不放弃的一种能量 因为最主要像我去年在埃及三个月 那我自己本身的一个冒险故事 中间也有很多很多的点点滴滴 那希望朋友都可以感受到 还有就是坚持一件事情 都可以永不放弃的一种精神跟信念 热爱文学 也喜欢画画还经常主持电视广播节目 看起来还像是一个年轻辣妹的艺术家林凤 有一颗单纯善良的心 更是一名专业的舞蹈老师 经常在海内外参与工艺慈善演出 艺术家林凤说他非常喜欢埃及 所以画册当中有一幅金字塔传奇 而且他也打算将湿化级的板碎 捐助埃及的工艺慈善单位 希望能够帮助贫困偏乡的弱势家庭 希望所有朋友都可以跟我一样 可以保留一股最原始的一种初心的概念跟感觉 所以不管是生活当中有一些压力 或者在人生当中的一个起起伏伏 都没有关系 只要你都可以坚持下去 只要我们都可以把持一种坚定的一个信念跟能量 我相信都可以有机会可以美梦成真 都可以达到自己想要的一个成果跟结果 迪凤在这一本禅心的诗话集当中 收集的三年来五十多幅作品 今天的签书会上有全台湾各地的粉丝来到现场 气氛是热闹滚滚 大家都希望能够亲眼目睹林凤本人的风采 展现他的高人气 大家都说要学习林凤永不放弃的精神 就是遇到困难永不放弃 对而且不要因为环境的怎么样而去限制自己 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永不放弃 觉得他的精神真的很好 我感到林小姐非常勇敢 可以说是为我们台湾人争光 那我只能说林凤他 我跟他认识那么久 那他行侠仗义 然后他很正能量 那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朋友 有荣誉 充满感性跟理性的林凤说 舞蹈跟绘画是他的最爱 人活在世上短短的几十年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跟困难 都要以乐观的勇气来面对 生命充满无限挑战跟欢乐 所以要心如明镜 永不放弃 让艺术的氛围在人生当中发光发亮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台中报道